欢迎来到司法院和法律法案合作合办的第八场 司法女主场 那我们这一场的努力是职业艺众司法 那在这一场开始之前 我们先准台时间准备跟大家介绍司法活动的一些理由 那司法活动是由司法院和司法与社会的小组所总办 法律法案合作这一场合作合计的携带的角色 那司法院和司法与社会合作合办的小组 这个小组是因为司法院希望托拥金码价值 法基金价值法制的理念 可以让民众看到经到的力量中 而且希望能够多样的活动跟社会 让社会跟司法有一个充分良好的会话 对于那一般专业的司法院都成立了家长司法 与真实话不用小组 因为我们做司法机关的有典型的能力 也许社区绕合作等等的净体能界 用主动出集 选择接触与社会上这句话的不同 在與社會中 希望你會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評測資法的公信域行 我們在活動這個月之前的我們邀請資法月子 資法與社會對話都可負責有財運人的法官 來跟大家先進化 謝謝貴子 那今天的主獎人跟語談人還有社會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資資來源財運人法官 那雖然貴子剛介紹過的 其實今天跟各位一樣是以公民的身份來處理 那因為其實高國慶 從他進資棒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其實大家就已經很注意他了 那所以一直到現在 那沒想到今天可以在這個場合裡面可以邀請到他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要談法律跟職業運動的一個交接領域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很資深的球迷 我念的時候我只剩三張 真的 那因為三張我後來沒有了 我們就一路輾轉 從兄弟 然後後來被中信買走之後 因為不想支持兄弟 然後中信又讓你走 其實我覺得放球對台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運動 那所以每一次看到放球 或是看到中華隊友好的表現其實都非常的感動 我還記得我一直在跟我們放球場連上畫國旗在加油的時候 然後贏了那一場球之後 然後就非常的 其實就是 就是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裡面富有自主的會覺得 好像是代表台灣的存在一樣 那所以我想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那我藉由這個五四次了解放球 也可以多了解一些我們試法的一些跟放球相關的經濟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今天的三位講者 今天是新的提講者 是中華的脂肪 融伊跟Elevens所演 所以我們高國的請問一下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跟大家在這裡見面 那心裡也是有一個個大戰 就是在這種場合 跟大家見面不知道是好還是實話 那比較感動的就是 最起碼還是有這麼多關心放球的人 讓我在這裡 我就覺得說 曾經當過工會的幹部 我就覺得很 很值得驕傲 很感到 欣慰這樣子 謝謝你們的力量 謝謝 再來是我們今天有兩位 第一位與台人是 中華職棒球員工會的 這個造型 造型的 好 他會來分享很多 所以 這個造型的 第二位與台人是 台灣高等法院的經濟 吳冠恆理法官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窮 不過我是聖章主 不好意思 我們都接上了 所以沒有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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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由我來承認 是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是不懂棒球 所以可能會 比較 不了解的狀態 所以就由我來承認 那我當然也是個資深的棒球 但是很抱歉就是 我可能不是三張的棒球 因為只棒一點的時候 我還沒出生 大家應該也沒看出來 講話這麼直接的 可是這個狀態 沒錯 我們就是這個狀態 我就是支持兄弟一下 好 那我這算很資深 2002年的時候 就還很棒 那時候兄弟一下 2.8 3.8 尤其是2009年的時候 兄弟像跟 我們一直打到一起戰 有兄弟後來 像不信若敗 我還在家掉下眼淚 結果隔天發現 兄弟像 這個射擊的這個 黑箱事件 又再下掉下眼淚 那這次 我就是覺得 昨天很特別的對手 這樣子 所以我也算是這個 資深棒球迷 但是也被執放 就是也算是傷害過 但是到現在還是非常暗 那所以很開心 擔任今天這個主持人 那當然今天 特別是法律跟 就是報局的交會 當然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通過法律的觀點 球員公共的觀點 以及球員資深的觀點 來探討說 那如果直報 他今天是台灣人 這麼愛的一個運動 可是他同時又涉及到 什麼的問題 我們該怎麼樣 跟細緻 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就配話說 交給我們今天的主場人 那我今天真理不對 來探討這個議題 謝謝 謝謝主持人 那個今天的主場 國慶交代說 就是因為場 場合比較慎重 不是他的球迷握手會 或見面會 所以基本上由我來發言 那我可能會 中間有一些故事 因為國慶 從頭到尾都有參與 然後即使 國慶在最近這一件事情 他已經退居 變成顧問了 可是所有的活動 還是非常關心 那我們待會兒 盡可能讓這個國慶 能夠跟大家多說說話 那今天很高興 那個法官在 他剛剛說他也是球迷 所以他一方面有 台灣代表法律的責任 也有球迷的責任 能夠希望進行多幫忙 的地方多幫忙 那我本身是球迷 那個元一年的時候 我是坐在貴賓室的 唯一在貴賓室裡面的小朋友 就是我 我坐在王貞治的後面 我真的是一個球迷 然後 後來就不是球迷 是那個第一次假球 那個黑鷹事件後 我就選擇不看台灣幫球迷 OK 然後 後來一直不看 所以國慶什麼時候出來 我根本不知道 國慶什麼時候變成球員 我都不知道 恰恰有多紅我都不知道 但是一直到後來 真的陸陸續續發生過很多次假球案 然後 我 會看新聞 但是屬於一個默不關心的態度 我覺得說 活該 這個 這個 很棒的環境要被你們搞成這樣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去當 繼續當這個球迷 我還是目不關心 所以我一直到 發生最後的假球案之前 公會要成立 然後 透過一些關係 我必須出來協助葉俊章 那 那一次當中 那時候我已經出社會了 已經在家工作了 然後葉俊章需要幫忙 我就被叫去 去實習 然後在一個場合當中 擔任一個實習的發言人 那在那個場合當中 我見到了國慶 然後 我只知道說 哇這個人超快的 是誰啊 感覺上是一個蠻臭屁的明星 就像跟今天人家酷酷不講話這樣 但是熟了之後 他就不是這樣一個 然後 當天 因為不知道大家自己記得 那個時候不能參加公會 所以 那個 辛農 辛農的球員 雖然是由葉俊章發起公會 可是 辛農的球員是不能出席公開場合的 所以我當天的工作是在後場 配那個不能出席的辛農球員 那我印象中橫生只有泰山 然後有鄭兆航 然後有這個 曾華偉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聊天 還有張家豪的大帥哥 然後聊 那個 那個泰山抓著我的手說 紫薇 都沒有人要幫我們的忙 你要不要幫我的忙 我想說 奇怪 我為什麼要幫你 張泰山我也不認識 雖然他打過衛生腿 我大概知道他是誰 就想說你有那麼有名嗎 那 他就跟我聊08年的北京奧運 他因為這個禁藥的部分 不能出賽 然後 他就把他委屈 可能憋了多久沒有人講 他就對著我就都說出來 說著說著我們整個後場修理事 全部哭成一片的 包括我自己 我心裡面想說 台灣人共同的記憶是棒球 雖然我也很愛棒球 那 可是這些棒球員 你怎麼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他們好像沒有那麼堅強 他們好像不像國慶這樣外表這麼剛強 看起來就是一個對巨人的概念 可是 心裡面他們還是一般人 他們也是一個在台灣 為了溫飽而工作的 一般的勞工 勞工階職 我當下決定要幫忙 我覺得他們很需要幫忙 我就開始幫忙他們 一直幫到現在 剛剛我也很臭屁 我到現在還是義工 擔任義工的發言人跟主任 幫忙籌備很多事情 但是我知道的是 球員們是非常非常的 願意挺身出來支持這個環境 也非常願意挺身去捍衛他們的工作權 我們去年辦了一個活動 國慶講了一句話 讓我到現在為止都很感動 但那句話是很小的一句話 那句話是 他面對一些 我記得是台中的小朋友 大概三四年級 問他說 國慶你為什麼可以打球打到現在 這樣打了很多年 台灣應該現在是最資深的球員 恰恰退了之後 哇 吃進吃進不好意思 最資深的在這裡 小朋友問他說 你為什麼可以打球打到現在 我不知道你們 你知不知道國慶怎麼回答 他們回答那句話 我有點突然間這個字一個雜起來 他說 因為我要工作賺錢養小孩 他們打球 當然 如果穿上這個國家隊的戰袍 就是英雄 可是他們其實就是一個 一般的為了生活而工作的人 那只是他們的職能是打棒球 那這就是一個公回的意義 我們當初會協助到現在 會希望透過某些管道 讓不同的球迷去了解職業棒球 去了解中華脂棒 尤其台灣就這麼小 我們可以很容易接近到這些棒球員 那能夠從你們那麼熱愛棒球的角度 又能夠去了解其實職業棒球也是一個工作 這樣子 那不好意思這個開頭講的有點多 我們就正式開始今天的這個題目 好 這個標題就下得有點重一點 風雨雨還很像時間 因為確實已經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的講求了 有人說五次 官方統計是六次的樣子 然後也有人說八次 也有人說十次 因為有些小小的一顆老鼠屎 雖然是好幾顆 然後並沒有被媒體披露出來 所以這種單人公開的幹部我都知道 在那個年代 這麼多次假球案後 剛剛國慶也分享 他說如果發生一次假球案 那球員覺得要扛最多的責任 因為我們的自律不夠 可是兩次三次 最後甚至於十次七次八次 那難道只有球員的責任嗎 那麼多次經驗下來 我們的聯盟的球場有學習到什麼 當初的聯盟的態度就是消極 然後沒有任何輔助平台 然後對於球員就是封殺就是封鎖 如果大家能夠去看一家圍記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故事 那如果聯盟是有輔助的 那怎麼會有密迪亞事件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聯盟自己都放水 讓一家有問題的企業進來 那你說你們之間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 我是不太相信 那結果出了事情 就通通關在球員身上 不好意思 這邊是危機上面很容易可以查到的新聞標題 這都不是我說的 我其實應該都屹立在座 先講蔡峰安 他最有趣 09年的1月的時候 宏林對說 蔡峰安當初就是因為當白手套所以被釋出了 那個資深兄弟名 蔡峰安哪一年被釋出了 課考名 這真的有點忘記 但我想想一下 應該是2006年吧 喔好厲害 這個2006年也有 那時候名將很深刻 就是他那時候打的 並沒有特別不好 對 怎麼就突然不見 前一年還是他的代表 對對對 所以他在2006年 在季中的時候 忽然間被放到讓顧名單 那其實大家 所有人都知道 放到當中名單就是有問題 其實讓顧是一個非常奇怪 這個未有制度 在台灣是一個奇怪的 一個用法 放到讓顧名單 就說這個人打我給碰 OK 忽然間蔡峰安就進去了 結果09年的時候 我們的洪老闆出來證實說 當初會把他釋出放到 讓顧名單 就是因為查到他是一個白手套的角色 那我有好奇 那你為什麼沒有去通報呢 你為什麼沒有去報案呢 那一直 06年後 慢慢的這個能量一直累積累積 到08年 就真的爆發了 就真的 08 09年就真的爆發了這個 黑箱事件 那對不起 我可能這個投影片有點順序 我先 大概先從後面去報告 公會是在08年復會的 不好意思 公會 其實是在08年 08年的時候復會的 那當初復會的理由 其實很多人以為是為了要爭取勞工品 其實不是 大家如果去查可以知道 葉君章當年 部會 我們要爭取勞工會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 球員們非常在乎這個環境 我們非常需要這個工作 我們唯一的專長就是打棒球 那他為什麼需要這麼說 因為 從幾次假球案來 所有的資方 所有的球團 只把責任丟給球員 就說 甚至於很多老闆都放話說 如果 再打假球 我們就要解散球團 如果再怎麼樣 我就瞞你怎麼樣 都沒有去檢討 我們的環境是不是出了問題 沒有人在乎 球員去去求職什麼 所以 當我們知道 這個假球案 不會再停止 而且可能會再爆發的時候 葉君章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立刻成立公會 讓球員有一個管道 能夠對所有的球迷訴說說 其實沒有涉案的球員還很多 而且沒有涉案的球員 是非常在乎這個環境 所以 那時候 這個國慶 也就是第一任的時候 也就開始擔任幹部了 那幫助理 其實我們非常謝謝 統一球團是成立公會的時候 最支持的一個球團 這樣子 那可以從這個例子看下來 我們上面太多 太多的新聞事件了 什麼設立運動警察 然後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發生假球的時候 會可能找不到人 然後 只會突然說政府沒有作為 可是已經發生 我在強調 那不是發生一次假球案 已經發生 五到十次的假球案 那球 我們的球團 居然還只能夠說 政府沒有作為我們的失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公會 是必須要再出來 讓球員知道 實際上的狀況是什麼 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後來就確實是在萬眾幾代 萬眾矚目之下 真的爆發的黑象事件 昨天我跟智晟見面 智晟還有點不高興 他說 如果 那時候要不是兄弟的球迷比較多 那應該叫黑熊事件 不會應該叫黑象事件 因為 涉案的球員其實差不了多少 這樣子 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感謝 是兄弟的球迷 那時候 跳出來要求這個環境要改變 那 這個情況下 其實那個時候的球員 我剛剛跟國慶聊 其實很辛苦 他們面對社會其實是 不太容易的 我們請國慶來看看 那個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那個事情發生 其實 我們跟兄弟打總冠軍的時候 最後勝利是我們同意拿走 那每年的 總冠軍一拿到隔天的包子頭條 一定就是 哪一支球隊拿的總冠軍 但 好奇怪就是 隔一天的頭條 竟然全部都被 黑象事件給蓋住了 那我們 勝利這一方的 球隊跟球員都覺得很錯 怎麼都是負面的消息 這麼多 那 就是對那一次的印象非常深刻 對啊 那 那因為這個事情 真的是 事態太嚴重了 所以 出門 如果有碰到 真的是球迷的話 他會跟我們 鼓勵 打氣 那 如果是真的 有一些問題的 球迷的話 那他比較極端的話 他就會說了一些 比較難聽的話 來刺激我們這樣子 那時候對這個印象是真的非常深刻 那還好 其實我是比較不常出門的 那 那就還好 那就是還是有聽 就是聽到滿多 同事跟球員對我在講 碰到這個事情 所以聽了那個 那種感覺 很不舒服 這樣子 對 我是有聽說 聽很多球員說 昨天智聖一說 他說去買個麵 然後麵店老闆都會說 你是球員 你們都是炸七一半這樣子 然後好像去搭個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好像最敏感 都會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甚至於我還有聽說說 因為當時的黑箱 當時的黑箱事件很有趣 因為 檢調辦案的方式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好像有一堆名單 還被沒有人發出來 這樣子 所以聽說是在球隊裡面 跟隊友之間都不太敢講話 然後好像連跟教練都不敢講話 是不是有這樣類似的構思 當然那種情形下 當然大家都會比較敏感 那也就是怕話說得多一點 可能會有一些差錯 那其實也是還是會有 對同事跟球員的一些猜疾 那是不是說難道我身邊的人 就有只是現在還沒出現而已嗎 還是什麼 所以在那種情況下 其實大家都整個心情都很悶 雖然球隊死贏球 可是 整個心情上都是當到不敵 所以 都會想說話還是不要再多說了 其實 其實上面的像總經理啊 他們也是說 如果有碰到媒體的話 還是盡量不要發言 一切都有公司來做發言就可以了 那種的 當時的情境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吧 所以不出門最好 就在家裡最好 不可能不出門 當然希望出門就是碰到真的是 真正愛放球的球迷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剛剛在聊天的時候 有發現就是武法官也是資深球迷 我們大概同個世代的人 那 武法官那時候你已經在當法官 那時候你球迷 用一個法律人的角度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非常好奇 我沒有讓你多失望 對不對 我可以球迷的角色 好啦 我今天是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靠那個 主辦國身分區的參賽球 其實我是多餘的 對 其實我 我只能講說 我 我其實不太記得是不是那一次 但是我印象中 我有一年 我看那個統一師的那個 某位投手 那個投手前兩年 要消音好 前兩年都是二十勝的投手 那個應該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然後我看他那一場 那一場是後來被指責 是他有問題的那一場 對 我看那一場 很難過 就是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平常的球 都可以投到將近一百五 然後球非常的猛 但是他那一場的球 就非常的 非常的弱 然後就 那一場之後我就覺得 這怪怪的 可是我們也說不出的所以感 那當然之後就爆發出這個事件 所以其實剛剛跟子維 那個主任講的一樣 某一有一場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其實是很失望的 那其實各位不要看我們是法官 其實就是剛剛 子維有提到 選手 選手下面也是個人 法官勝利也是個人 法官其實也是很難過的 我跟各位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 法官其實都不願意辦 矚目的案件 因為法官辦矚目的案件 因為法官辦矚目的案件 就會有很多鎂光燈在鋪在上面 因為我們也是不喜歡出門的人 希望大家不要認識我 對 可是你知道嗎 黑象事件那一件 黑象事件那一件 我就聽到有法官說 我好想辦那一件 說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好想要那個某某選手的簽名 聽得好心酸 對 然後 牽在判決書上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說我可不可以 他那個簽完筆錄之後 我另外給他一張紙 他可不可以牽在上面 對 所以其實對一個法官來講 其實可能也是含著淚在辦那個案件 對 而且我們又知道司法程序是很長很長很長的 所以 我們這樣辦很可能就是毀了一個選手的一生 對 所以其實是以法官的立場來講 其實不要講 以窮允的立場來講 其實是很難過的 謝謝法官 就是原來發現原來法官的事情 不然我也沒有刪過這一點 哈哈 那 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我們就在其中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公會幫忙 然後 每天就是穿梭在 這些被認為有問題的求員之中這樣子 然後 偶爾要去一下法院 然後 還在內部還在很嚴重的在討論說 如果他是有交會費的會員 可是他有涉案我們要不要幫忙 我們整天都在聊這個 最後是有幫忙 最後還是有幫忙 畢竟 即使他有涉案 我們希望所有有涉案都揪出來 可是即使他有涉案 他也有法律上的權利 所以我們能夠協助他都盡量協助他 在這個情況下公會能做什麼 其實很單純 就是 更積極的去訴說公會的訴求 然後讓球迷們都知道我們在乎這個工作 然後也讓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更清楚的把整個發生的過程 能夠了解得更清楚 希望未來不要再發生 也能夠讓球迷知道說 這些過程當中球員是怎麼去面對這些事情 那之後很有趣 其實真的要謝謝兄弟球迷 當然那時候整個氣氛的球迷非常多 大家如果去看新聞 去回想說 看記不記得說 那一次就是因為黑象事件 然後部分球迷有發起這個 在凱達格蘭大道的抗議活動 雖然一樣是萬人相應 可是那天跳得不少 我記得應該有個五、六百人左右 然後那一天的抗議之後 其實社會也知道說 原來球迷真的很在乎 然後也謝謝那時候的政府 那時候馬總統 立刻召開了棒球博士會議 那到這個階段 其實跟球員公開還是無關 因為我們並沒有被邀請去參加棒球博士會議 那我也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說 因為確實當時就有一個球迷代表 在現場就拍桌子就罵說 這個這麼重要的博士會議 怎麼可以沒有請公會來 這個是非常謝謝 他是一位兄弟球迷這樣 所以我一直很謝謝兄弟球迷 然後也因為這個關係 後來在棒球博士會議當中 就指示了要召開一個正興棒球會議 它是一個為期六年的計畫 對不起 四年的計畫 這個正興棒球會議就是要怎麼去討論 政府怎麼去協助台灣的棒球 我們的企業為什麼這麼不容易經營 然後最重要的是球員需要什麼幫忙 也在這個正興棒球會議當中 有一個組織 也是今天我們大概最重要 接下來會跟大家分享的 叫做防堵平台 這個防堵平台 當初成立的非常有趣 就是它是由行政院直接召開的 所以其實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平均一年要開會四次到五次 然後都是由行政院長 不然就是副院長來召開 那只有到第三年過後變成是政府委員 那院長後來還是會來 那是一個非常高層級的一個會議 然後法務部 然後調查局 檢地檢署 然後教育部 體育署 包括聯盟棒協 然後當然是工會是很重要的成員 我們就一起在這個會議當中去討論 怎麼去解決這個假球的問題 怎麼樣讓假球案不會再發生 那這個防堵平台其實對工會來講 其實對未來的台灣棒球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在這個會議當中 其實我們有做很多的分享跟很多的分析 那個過程當中其實工會被賦予蠻重大的角色 就是我們一方面是防堵平台的重要成員 那在這個過程如果說 我們有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說所有只要跟職棒牽賭相關的情資 或者是各地的派出所 或是有什麼類似的情資 一定要立刻通報 不可以以案仰案 因為這可能法官會比我更了解 就是說之前的假球案為什麼會沒有辦法根除 會把它變得這麼大 是因為即使你抓到了這個球員放水 可是球員放水它就是一個詐欺罪而已 就是一個背信詐欺罪 那它是一個小罪 可是檢察官希望抓到的是後面大的幕後的這個集團 所以他們一般知道有球員是放水 他們也很清楚知道這個賭盤是怎麼下 可是他們不會立刻去逮捕球員 甚至於有的人會 我聽說有一兩個球員 他們是放鮮放了一年之久 才開始去收鮮 其實就我知道 因為球員們之間的生活圈並不大 然後學長學弟自由 台灣的運動圈都是這樣 所以常常會這個白手套的角色就很重要 那如果這個球員是白手套 它其實很容易去影響很多的球員 因為剛好提到蔡峰 我就拿蔡峰當一個例子 我其實在很久以前就有聽說過 雖然那時候已經不是球員 可是因為我從事的工作跟棒球有一點關係 所以有朋友告訴我說 他們進出兄弟宿舍的時候 好幾次 好幾次喔 不是一次喔 都看到蔡峰安坐在兄弟的客廳 那時候兄弟宿舍很小 就是一個 不知道大家知道 那時候在慶神店那邊的時候 一個房間都是住四到六個人 然後都上下坡 比學生宿舍還糟糕 然後就有個小小的客廳 有一個一套半的沙發 然後蔡峰安就坐在沙發正中間 打開他的電腦 再看渡盤 然後他會叫學弟們進來 陪他一起看渡盤 那他就是一個明顯的白手套的角色 那可是可能 我相信可能我們的檢教早就在注意他 可是你沒有去把他揪出來 他就用他白手套的角色去找到更多的學弟 配合他去把這場戲越做越大這樣 那這個過程 其實公會我們所擔任的角色很重要 就是我們背負的角色是說 我們希望也能夠做一個通報的角色 因為球員們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其實球員也無限在球團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好幾次 好幾個統一我比較沒聽說 我那個時候的這個兄弟對很明顯 就是很多年輕球員 當他被白手套接觸了 他去告知球團說有這件事情 球團卻沒有做任何後續的處理 可是最後整個案子爆發的時候 連他都被抓去詢問 然後都變成是一個所謂的可疑分子 他就覺得我明明是舉報的人 可是我外面把我傳成說 我也是有舌案的人 所以球員們是不太敢透過球團 去做檢舉或是做舉報的動作 所以在這個防守平台當中 你也非常謝謝當初的法務部 跟當初行政院 是同意讓公會成為一個通報的平台 所有球員之間的訊息 你有覺得不對勁的地方 都可以透過公會去通報 我們當有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就會直接聯絡 對不起 當初有稍微背景沒講 就是為了要協助四個球團 所以在四個球團的所屬地 當地的地檢署都會成為 跟這個球團直接配合的機構 所以我們就可以 譬如說是統一的球隊 有一些特殊的通報 我們可以直接聯絡台南地檢署 讓台南地檢署去了解這個個案 由他來決定需不需要通報球團 或者是他們那個時候 就我自己的 有一些比較明確的通報 他們就會直接去跟階了 就會直接去了解球員的作息時間 有這個角色 公會的影響力就會開始出來 因為球員們會越來越新增公會 因為當未來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成案 變成是下一次假球案的時候 因為有這些通報紀錄 我們都可以幫這些球員去做證明 說他是一個有積極通報的人 這個過程其實前後花的時間非常多 這個過程其實我個人最謝謝的是 就是我們的幹部們的角色 因為第一個我們常常開玩笑講說 他們都是小蜜蜂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負責穿梭在學弟之間 去收集情資的人 這個國慶也做過這樣的工作 當然更重要的是 他們必須要一直去跟球隊 尤其是新進的學弟 去說明防腐這件事情的重要 然後參加公會的重要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的開會非常的頻繁 然後國慶幾乎每一兩個月 就要放到台北來跟公會開會 我們一年大概都開四到六次的會議 這樣子 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交換請資 我們在公會裡面交換請資這樣 那那個過程國慶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有印象中那個時候發生 公會那時副會的時候 理事長是葉金章學長 那我是副理事長 那為什麼會當副理事長 就是因為當時六支球隊裡面 就統一是這裡 比較不反對我們加入公會這裡 因為我們要加入公會之前 我們都有跟總經理做報告 那當時的總經理是林正祥 那他說好啊 有公會這是對的啊 就可以把你們的訴求 藉由公會這裡來提出嘛 那當時就是進到其他球隊 好像都意願都不高 那但是還是有少數的球員願意 就是成立公會這樣子 那剛開始一定會有很多困難 雖然球隊這裡是希望我們 成立公會這樣 但是還是有很多路要走 比如說我們所要求的 可能還是會 總經理這裡還是會 會有所考慮 有所鼓勵這樣子 那不過有成立就是有機會 那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當然會比較忙碌啦 那其他球隊就是各球隊一樣 都會選出幹部 那幹部的工作就是 對各球隊裡面 如果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什麼需要討論的 幾乎工作都是他們在做 那主要是要提升 球隊對公會這個要角 然後如何讓選手 就是更信任 公會 到底是在做 做了些什麼 真的是在為了球員嗎 還是為了職棒 但是一定會有很多選手 會有這種威力 那我們做幹部的也許要 就是花更多的心 更多的時間去讓他們了解 公會這一些 然後他們也會說 你們為什麼一直常常會去開會 什麼 其實我們也很不願意啊 因為 因為開會的時間 都是我們休假的時間 那 去開會 開會完 我們都還要再回到 各球隊裡面做報告 其實 有些的報告裡面 球員可能會很反感 醫院不是那麼高 那可能就是 覺得可能 老房跟資方這邊 的決定可能會 就是老房這裡的決定 可能對公司 不是很有利 那 有的球員就會打了 退堂股 就說這樣好嗎 那我 我有想法就是 我想要退出 公會什麼 種種的聲音很多 當然 很高興的還是 還是過來了 對 撐過來了 那 現在已經 已經 十一年了嘛 那 現在的幹部 也是一直在做 這樣的事情 就是很感謝他們 他們 勞苦功高 謝謝 非常苦苦 謝謝國慶 就是 我們還是回到 就是先回到 就是房主這個角色 就是 那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很清楚 就是 我每次開會 昨天跟赤山才 還聊到這一點 赤山說 他終於知道 為什麼每次開會 我趙紫維都一直講話 因為就是 我政府那邊去參加會議 得到很多訊息 然後 大家對於球員的指責 大家對於球員的期待 那我必須要很清楚的去讓 這個我們的幹部們知道 尤其是每次會員大會的時候 都是他們最痛苦的時候 因為我麥克風一講的人講兩三個小時 然後自勝最喜歡做我旁邊 然後國慶在下面就會這樣 從遮起來看 我要自勝就會一直拉我的手 叫不讓我講 可是我們要做的角色就是 因為我畢竟是接收球迷 然後政府的訊息 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政府跟球迷對你期待是什麼 那個過程真的很辛苦 因為球員們 某種程度上 也不是那麼敢直接去面對這件事情 能夠逃避他們最簡單 尤其發生過那麼多隻假球案 一直以來大家就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對 忽然間 叫他們就直接面對面去談 他們其實是很辛苦的 可是這個防堵會議其實一直延續 之後開了大概五六年 然後這個防堵會議當中 我們有一些很特殊的經驗 第一個是防堵會議直接就告訴工會說 回去跟你們的球員講一下 就是能夠不要出去亂交朋友 就不要出去亂交朋友 我就想說 這個放個打個假球 有這個嚴重 連交朋友都不能交 然後當然要做通報 有些球團有些措施很特別 我就不要說是哪個球團 那個球隊的球迷非常多 就是他們就入隊的時候 入隊的時候簽的這個合約書 還要簽一個附帶合約 叫做連帶保證人 你只要這個射擊假球 那我就要叫你簽一個分票 你有不動產就簽不動產 沒有不動產就要保證人 還有連帶保證人 這個球隊的管制是這種方式 就是直接把球員 比這個 這怎麼講 比一個意圖犯罪的人 來對待還要嚴重這樣子 然後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監聽 好 黑相世間之後 所有球員都被要求簽署一張 就是同意被監聽的這個同意書 然後好像是連直系親屬都可以同意在裡面的 那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 就是如果有類似的形式 其實球員是隨時可以被監聽的 所以國慶這件事情沒有不見 所以自己生活還是要小心一點這樣 最有名的經驗是什麼 這個國慶如果願意談 等一下讓他來談 假球案 就是對不起 黑相事件之後 最有名的事件 最接近假球案 是發生在同意 就是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對 就是旅行車事件 那整件事情其實並沒有先承到球員 這個過程大概就是 這個有人生照鏈他的老婆 然後跟一個所謂的高危險分子有接觸 然後就是因為被監聽到 那為什麼會跟公衛這邊有關係 是我們後來才發現我們嚇一跳 忽然間有一天 智剛跟國慶 他們那時候一個是副理事長 一個是理事 跑來跟我講說 欸職位怎麼有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就是監聽完成之後的那個 監聽完有一個通知書 對 他說 我說你們有幾個人有收到 他說是在遊覽車上面發的 所以所有人都有收到 一個監聽的通知書 就是一個呂文森事件 結果一個總教練的狀況 所以整隊 40多個人 50個人 全部都收到了監聽完成的通知書 然後過程當中 其實還有一個狀況 是這個王靖 王靖明是去面球回來 發現他的置物櫃是直接被打開的 然後兩個檢察官跟警派出所的人 直接就要求他把他的筆記型電腦 跟手機交出來 然後就叫做 那當初我們就想法是 呃沒有錯 就是球員們曾經犯過錯 可是他這個罪有送到要這麼去處理 當然我們法律上的觀點不是很了解 但是所有政府提出來的方案 我們球員都要找單全收 因為為了不要讓球迷失望 所以那個情況下是有產生一點點 我們認為有一點點這個 這個比例不是很平衡的問題這樣子 那過程當中還有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我去體育署參加後續的防毒會議 我們的體育署的長官主持會議的主持人 跟我們聊說說這些 涉案的球員 我們都會在教育部成立一個小組 會成立一個黑名單 所有涉案的球員未來都不能夠在3C棒球任教 當然這個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有這個比例原則的問題 然後再來我們的 對不起這個主持會議體育署長官在想說 他要去聊這件事情 就是曾經涉案的球員 這個案件結束之後 他直接稱呼他們為更生人 我當時我真的今天我都會播 我真的是有拍桌子 然後國際人有一位應該在台南技術的檢察官也說 這個主席你這個用詞不對 他們不是更生人 甚至於有些是根本沒有起訴 根本沒有到更生人 那體育署的角度就是說 可是他們確實是做了對我們體育圈很嚴重的這個 忤逆的事情啊 我這麼稱呼 他雖然我用詞不對 可是他們確實是真的是對不起大家 那當下其實我很生氣 可是說實在我也不能多說什麼 因為就剛好叔說的 我們就是態度 球員們的心態就是照單全收 然後我還記得中間開了一次很大的法學會議 因為有台大的法學中心開的 然後當時葉俊章在台上 我在台下 葉俊章旁邊做的是當初聯盟的這個法律顧問 後來他當了大法官 那這位法律顧問就到他發言的時候 他就很大聲地說 你們知不知道這些 這個球迷傷害我多深 我以前是時報英明 然後後來隔了幾年 我的兒子是兄弟上 你是曹警徽名 結果你們這樣子回報我 我身為聯盟的法律顧問 我要做的就是 我要讓這些涉案的球員 逐出台灣的體育圈 我心裡想說 哇 逐出體育圈他們能做什麼 OK 可是我還想到 那個時候球員的想法 公會的想法就是 不管如何先換回球迷的信任 不管如何先讓球迷知道 我們是有為了自己環境而努力的心態 那我想請問一下國慶就是說 當初這麼十幾年來 你是怎麼樣遠離 那個有爭議的環境 然後你後來身為學長 到現在為止 你怎麼樣去提醒 或幫助你的隊友 或是學弟們 就是怎麼樣節省自然 怎麼樣離開你那樣的紛爭 其實我單身的時候我是個災難 單身 那你結婚之後還是啊 結婚的時候 就是被老婆管的男人 多一個人的災難 其實 我算是運氣比較好啦 沒有碰到這種事情 那 都是聽到別人在說 那我自己都沒有親身碰過 但是有一次是很接近的就是 就是 就是隊友找我去吃飯 然後我也去參加 可是 不是只有我 單純只有我而已 好像還有十到五個人 結果他說單純的就是 吃日本料理 而且那時候還是 我打職業的第一年 就很單純 就去了 那去了才知道 怎麼會有 兩位 就是 十五十歲的中年人 那就 不是很清楚 然後後來聽到我同事說 他是 在哪裡 任教的教練啊 什麼 他說我聽到 怎麼跟當初要約的時候 在電話上講得好像不大一樣 就吃完了 大家也很開心 但是他們說還有 台語講的第二床 第二床這樣 第二床 那時候你結婚沒有 那時候我還沒結婚 那你為什麼沒有去 而且他我有去 你有去的 對 我有去 他說就是 就是可能 就是在喝喝的地方 比較多 結果我也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為什麼還要坐電梯 結果我一上去的時候 就奇怪 怪怪的 那 我就感覺到 好像不對勁 然後我就說 我身體 身上有 就是不舒服 有點拉肚子 然後 就跟他說 我要去上個廁所 結果我人就消失 結果我學長就打電話來說 你怎麼不一樣 我就真的 肚子很不舒服 先回去了 你現在人在哪裡 我已經在宿舍了 你怎麼動作這麼快 然後後來沒多久 其實這一件事情 好像有一些稀巧 就是 隔天就是聽到 當時一起去的一些同事就說 怪怪 他們就感覺去也是很奇怪 那我就從那個時候 就開始知道 這些 還是少碰 如果要吃 還是找幾個比較信任的 然後要救出自己 那也就養成我就是 只要我出門如果吃東西 就是 同事一起去的話 大概 就一定自己要出錢 不要 千萬不要讓 某位同事啊 還是 同事的 其他的朋友 來付錢 這樣子 我還是覺得 始終相信自己付錢 會比較安全 那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有碰過了 然後到現在 還是一樣維持 就是有這種的習慣 所以 學弟啊 後輩進來之後 我也是一直在勸他們 你只要一直吃別人 你就會欠人家人情 你只要吃過一次 你就會欠人家人情 不管怎麼樣 他硬要付費的話 你就把錢丟在桌上就對了 你就走吧 千萬不要一直吃別人 你吃別人 你人情是 永遠都還不完的 他永遠都會拿這個來壓你 所以我一直勸去 你就說 這個習慣要養成 你就比較不會去碰到 這些 秋場以外 不該發生的事情 我是保持這種想法 來跟學弟 來跟學弟說這樣子 我忽然想不到就是 那個時候 在這個 風頭上的時候 我們曾經也去認真去思考說 那球員要怎麼去面對 那樣一個 有風險的環境 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統一的 統一的整個球團管理 有個很值得 其他隊學習的地方 就是他們其實是 全隊是集體宿舍 即使你是有結婚 有老婆的 有小孩的 都要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裡面 所以統一後來就蓋了一個 獨棟的一個空間 甚至於我覺得很棒 他們不是只有 像富邦也有 可是富邦的是 一二軍分開來 因為二軍必須要在 中南部受訓這樣 那可是統一運線好像是 南部的球團 二軍也都是在南部比賽 所以即使你跑到屏東去比 跑到嘉義去比 晚上都還是要回到 統一宿舍去睡覺 那那個宿舍 第一個管理 非常有門禁 很好的門禁管理 第二個是整棟 是一個獨棟的建築物 是他們自己使用的 裡面有健身房 設備都有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 當這些老公們都去打球的時候 他們的伴侶 他們的配偶 其實關係感情都非常好 甚至於他們的小孩 彼此之間都很好 會玩在一起 那用這個方式 其實讓球員們之間 你也知道 那個眷屬們 老婆們 一般就是沒事就聊天 就會聊這些事情 所以一般 他們比較不會有什麼秘密 是藏得住 尤其是這方面的事情 那相對的也做一些互助 譬如說我很感動 我還看到幾個小孩 剛好是幼稚園 然後他們會照輪 誰的媽媽 擁機的老婆 可能會帶著小孩 一群小 好幾個小朋友 一起去上幼稚園 那可能下班的時候 可能是誰的老婆 下課的時候 集體接回來 盡量減少接觸外面 沒有辦法控制的環境 再來是彼此之間的聯繫 其實做得更為的密切 這樣子 那可是整件事情 就是回到我們剛剛講的房主平台 因為到現在為止 已經過了 就是黑箱事件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然後 房主平台還有沒有存在 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不確定它有沒有存在 為什麼 我們大概這三年來 開會的次數已經越來越少了 然後 從三年前 還有開過兩次會 就是球季開始前 跟球季結束後 那去年已經沒有會議了吧 對不對 去年沒有 去年一次 今年到目前為止沒有 OK 那 這個平台 我會特別強調是因為 我們覺得對峰會來講 非常重要 雖然 有人會覺得 就是這個平台裡面的球團們 有人會覺得 工會透過這個平台去壯大自己的影響力 可是 我也必須跟大家報告 我也必須跟球團們報告說 可是 如果沒有這個平台 你們自己的房主做得夠不夠好 如果你們做得不夠好的話 為什麼不讓工會幫忙 尤其工會 在過程當中 確實我們幫的忙非常多 球員們透過這個平台的自律 透過這個平台的互助 其實 幫的非常多的忙 那 螢幕當中大家有看到 比較有趣的是前年的五虎將事件 為什麼在這個五虎將事件 我特別 這個平台的過程 我特別提到五虎將事件 其實五虎將事件之前 那一年也只召開過一次的房路會議 過程當中 我們 如果大家記得 回想一下 很多神之卡裡面是有提到 球團是對外謊話說 球員有涉及不保 所以這些球員被冷凍起來 那 當工會得到這個訊息 我們開始做調查 也確實喔 確實這五虎將當中 真的有人 是被球團直接告知 懷疑他是涉及不加球 說我們在監控某些比賽的時候 發現 剛剛 這個解答官 對不起 跟八官說的一樣 有幾場比賽 我們覺得你的表現很失常 我們懷疑你有打架球 這個訊息都會聽到非常非常跳腳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曾經大家都承諾過 只要發現球隊裡面 有任何步伐的可能 第一時間 拜託一定要通往 因為你不通報 他就會癢下去 如果那個人剛好又是白手套怎麼辦 那 下一次可能就不是一個黑象事件而已 那 對國外來講非常嚴重 所以當我們聽到這個訊息 很明確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就再去尋著 所謂的防毒平台 試著去了解更多的蛛絲馬跡 那我們就很劈的 直接跑到了視頻去解署 去找到了承辦的檢察官 就是負責協助忠信兄弟的這個檢察官 我就說 拜託 拜託檢察官能夠去了解一下 這件事情 在外面已經傳得沸沸揚揚的 這個一周刊也寫了 球迷在PTT上面 哇 PO了一堆訊息 也許我們公會訊息 來得不多 可是 是不是檢察系統這邊 有一些什麼訊息 可以讓我們知道 這件事情到底有多嚴重 後來他也去請了這個 聖基聯署的主任檢察官協助 是檢察長 檢察長協助 那全省 全台灣的通報系統去查 是沒錯 有破破幾個遷阻戰 可是並沒有任何跡象是有聯絡到球員 那這個條件之下 我們恍然大悟 也不是恍然大悟 我們開始有點擔心 會不會球團 利用假球的這兩個字的大帽子 扣在球員身上 去執行他們想要做的目的或方式 雖然我完全不懂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 為了保護球員 我們後來也 鼓勵球員協助球員 那個時候是有陳鴻文跟林志勝 召開了記者會 然後對外澄清 他們 並沒有這個放假球 沒有放水 然後同時間 這個 透過防毒平台的通報系統 我們也確定沒有這件事情 那後來因為開了這個記者會 我們的體育署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我們新任的署長 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防毒平台 所以他就立刻去問了體育署裡面的同僚們 當他們知道原來還有一個防毒平台存在 而且並沒有解散的時候 他就在整屆記者會的隔兩天 就立刻開了一個 那一年度唯一一次的防毒會議 那個會議當中 署長也跟防毒平台說 所有的成員再去詢問一次有沒有這個防毒的訊息 有沒有這個相關的情資 答案是沒有 一樣是沒有 最後體育署長就對外宣布說 公領域方面並沒有任何防毒的情資 沒有這個涉案的情資這樣 所以社會大眾窮迷們也稍微在比較鬆一口氣 那剩下來的可能只剩下大家茶餘半後有興趣的那個私領域的部分 什麼去酒店啊小三啊 那那個部分就不是公館能夠協助的了 跟大家報告 所以我會特別提五將原因很單純 就是如果這個防毒平台不存在 球員們之間沒有通報的能力 然後沒有一個公部門可以協助球員的時候 那假球這兩個字的這個大帽子很容易被任何人利用 很容易被拿來當成去對付球員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我們期待就是假球已經過了十年 不是假的最後一次假球案已經過了十年 然後會不會再發生公會不知道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互助的平台需要是存在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當然這句話我除了跟大家訴苦之外 我也其實跟行政院跟體育署都已經提醒過很多次這樣子 那看看五五這樣的態度 球團的處理方式聯盟的處理方式 再來看看公會的處理方式 其實大家都可以知道公會的價值 可以知道我們對於這個防毒這件事情 這個能不會傷球民最深的心的這件事情 我有多重視這樣子 那不好意思 最後就是不是最後啦 就是這邊 國慶可能再來聊聊看 就是現在 就是你進中子已經十七年 真的變最資深了 我們去年年初有一個活動 然後我跟那個國慶講說 你最資深在海設計表演跟我講說 沒有恰恰比我更資深 現在沒有恰恰可以在你前面 全資深就你了 沒有其實現在比我資深的還有龐慧倫 我是 不是 我是年紀 我是年紀 因為龐慧第一次找我一年 進來這個環境 對 難怪你有事無恐 不是 只是年紀 不好意思 好那 這麼多年來 就是你看了這樣一些變化 一方面你用實際去參與工會 去協助工會 真的幫了很大的忙 然後 最近有趣 我們剛剛跟法官有段聊 就是 今年最有趣的議題 就是LAMIGO要議主了 而且來的是一個這麼大的企業 雖然是一個國外企業 可是他們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企業 那 統一 常常開玩笑講說 像一個公務機關 可是 其實我們非常謝謝統一 真的對台灣棒球 這麼堅持的付出 畢竟統一是一個很大的企業 他們有很重的社會責任在這樣子 然後 其他的球團 異大變成了富邦 兄弟變成了中信 新農編異大 這個過程 現在目前的企業 如果 這個當然 中間頂星也要回來了 然後 樂天加入之後 你怎麼看待 然後 你覺得 這個過程當中 你對未來的期待 對於台灣爆球未來的期待 棒球這項運動 真的是很花費的一個運動 不管它的器材 它的設施 以任何職業運動來講 棒球這項運動真的是很耗彩很花費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光球員的球棒跟球手套 這在其他的職業運動裡面來講 可能其他運動可能是比不上 而且這些器材 可能用不到 用沒幾天可能就要換新的 所以這個對球團 以及對球員來講 這是比較傷的地方 那 其實棒球這項運動 就以大聯盟來講 他們也是都有常在遺囑啊 那一天 頒獎典禮 我跟陳鴻文也聊了很多 陳鴻文說他在 在美國小聯盟的時候 他的小聯盟的球團 老闆也是一直常常在遺囑 那 等到他離開了球隊之後 換換了 原球隊換了一個新的老闆 結果這老闆是採大七出 就從那個時候現在都沒換過 反而現在球隊經營得更好 那由此可見 那 棒球這項運動 真的是需要 就是比較 資金比較雄厚的財團 來做經營 他在經營的話 他如果有 有雄厚的資金經營的話 他的思維 他的想法 可能就會跟 小的企業家的思維會有所不同 所以你認同胡金龍說 有錢的小孩比較會念書這件事情 這個跟 這個跟棒球運動沒有小竿 沒有小竿 家裡沒錢的小朋友 也是有很多有成就的 這才是對的 那所以我也希望 這一次 日商 樂天他這次進來 能夠 就是跟 我們這裡已經成立了已經三十幾年 然後一定會有很多 很多的經驗 那也就是希望 我們自己的球團 自己的老闆也是 可以放開心心的去學一學 國外他是如何經營他自己的 事業 經營球隊 那就像 就像這樣子互相交流 我是覺得 是有機會讓這個環境更好 會有所的進步 只是說不要再一直 處於封閉式的 這樣去經營球隊 就比如說 一個大球團 他總是要聽小企業的 建言 他的建議 我是覺得 這個只是 到最後會走 後退路 那小支的球隊 他遲早也是會 那既然這次樂天來之後 我希望 現在的各個球團 也算是比較大的企業 就是要有更大的心胸 把這個棒球這個環境做到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好的開始 這是一個轉景 就是希望他進來這個環境之後 這個公司進來之後 台灣的棒球 可以更縮短 對韓國以及日本的那種差距 甚至超越他們 都有機會 只是 看什麼時間 會有什麼樣的突破 就像這一次亞洲杯一樣 中國大陸也贏了韓國兩次了吧 對不對 但現在 我就 對現在這個 世界各國這種棒球的環境 我反而覺得 中國大陸現在反而比較積極 對 所以希望這次樂天進來之後 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國慶 問一個尖銳的問題 所以你剛剛這樣講 就是 職棒中職還是要往前去進步 那你對於 球迷們PTT上都說 現在是中職炒創三十年 這句話的想法是什麼 你大概十七年了 對啊 好啦 我不要害他 他今天還要談合約 不好意思 沒有 球迷本來就是有 言論的自由 所以 就任由他們怎麼說 當然 就是 在這個環境 大家就是一起加油 這樣子 我會這麼講的地方是害你 幫我下一個標題 開始去談 然後就是 充斥起 改革必退 公會成立十年來 其實 我們 十一年來 我們認為最嚴重的問題 甚至於包括我們今天的主軸 就是盤獨這件事情 假球弊案 我們都認為跟中職的制度是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幾次假球案來公會 為了參加盤獨平台 參加職情棒球會議 我們是有做一個調查 做一個田野調查 去詢問 甚至去跟很多涉案的球員做過接觸 我們大概了解說 球員們會去涉案 大部分80%以上的球員 並不是最高薪水的球員 大部分都是屬於中間薪水的球員 為什麼 因為他們 尤其是那些在一二軍上下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上場機會不多的球員 為什麼他們會容易去涉案 因為他們 對於未來的方向是不確定 他們甚至於不確定明天還會不會有合約 因為當時候的中職 整個國慶應該知道 隨時 即使你有合約在了一年 搞不好中間隨時一個讓渡 你就離開了 然後 我們常常開玩笑講 那時候最誇張 中興那個 下面不要生氣 這個大家 也是你們生氣的地方 很多球員都說 到年底 到底明年會不會被續約 永遠都不會知道 第一個方式 先看1月5號的薪水有沒有進來 如果1月5號的薪水有準時進來 基本上你明年就有被續約 那如果1月5號薪水沒進來 那你有沒有被續約 還有第二個方式就是 看報紙有沒有刊登 報紙就會披露你有續約 這樣 永遠都不是球團 主動去跟球員聊 去討論你的未來方向 所以很多球員 根本對於未來是沒有期待的 我們今天如果是一個很高薪的球員 他大概會比較穩 或者說他是有明星的魅力存在 基本上他被球團 他被球團任意開除的機會不大 那可是低薪的球員 他進來本來也就覺得自己就是盡量去往前努力 可是中間的球員 年紀中生代的 或者是薪資中生代的 他其實是最容易成為這個 假救案的參與隊員 因為他們對未來最沒有期待 那為什麼對未來沒有期待 我們就回來回推 發現最嚴重的問題 應該是在中職的制度上 所以包括自由球員制度 包括這個薪資仲裁 去年 從一開始有薪資仲裁了 然後包括二軍的環境 包括這個很多 剛剛講的讓渡制度 目前還是存在 這些問題 中職的環境如果不去改變 即使我們現在進來的球團都是這麼大 雖然有很多球團 我舉例說明 像統一 這個梳理隊很常跟我們保證說 有一些中職不合的制度 絕對不會發在他們身上 即使那是白紙黑字的制度 可是統一就是不會做那些事情 但是制度還是在 一天不改 我不確定哪一天還會再發生 或者是因為這個制度 還會有什麼後續的延伸 會讓球員覺得對於環境的不確定 然後當外媒的吸引力變大的時候 是不是又可能會有再次加酒汗 或是會有其他的事情發生 我們今天就是我這個部分的報告 在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無緣無法官來探討 就是稍微在 就關於放手和法律之間 它會有涉及到什麼樣的爭議 那我們跟我們掌聲來歡迎無法官 其實我今天堅持不用MBT 因為我今天是球迷 我剛剛講過我是弱小國家 靠著主辦然後取得參賽權 所以我沒有什麼要跟各位去做一個很嚴肅的分享 只是因為今天這個場子畢竟就是司法院主辦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其實我剛剛在這邊聽那個子維跟國慶的分享 其實我也很設身處地 因為他們講的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司法目前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法官不管怎麼樣做得再多 你就是一句話嘛 就是恐龍嘛 就這樣子 不合你的意就是恐龍嘛 就是這樣子 你也不會去管那個什麼 就像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看到職棒怎麼樣 你如果覺得不高興 你就說就打假球嘛 就這樣一句話 你就掩蓋了所有的 所有人家的一個努力 我覺得這很不應該 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你要尊重每個尊重自己職業的人 不管你是什麼職業 你如果他是很尊重自己職業的人 你就應該要好好的去尊重他 舉最簡單的例子 各位坐計程車就知道了 什麼樣的計程車司機 你應該會尊重他 什麼樣的計程車司機 你不會去尊重他 比方說 我們看到有一次 我常坐計程車司機 然後他就一直爆黑 一直罵怎麼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計程車竟然有什麼 你穿拆拆 你穿攀山 你跟我講 什麼台灣對你老婆 就是台灣怎麼對不起 你怎麼樣 你聽得下去嗎 聽不下去嘛 對不對 但是相反的 如果他是一個很尊重自己職業的人 像國慶兄 跟恰恰或者是風哥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這樣的人 我們應該要請全力 請全力去尊重他 而不是只是一句就是說 你就是用一句很膚淺的話 就是假求啦 什麼樣來去掩蓋 就是掩蓋人家的一個努力 然後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華人 我們華人其實講究的是訴求 訴承不好意思 訴承 我們不強調基本功 我們永遠遇到問題要做的事情 就是解決那個製造問題的人 對不對 我們不會去看他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不會去看他的原因是什麼 就舉例 我舉例來講 比方說酒駕 酒駕大家就說 啊就把他越重越好啊 就把他死就好了嘛 各位 你每個案子都死刑的話 台灣可能死了一成以上的人 很老可憐嘛 對不對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 我就舉 因為我就說我們真的是棒球 我就舉嘛 各位看海盜隊的江振浩 他在韓國職棒酒駕 結果美職就是不發簽證給他 就是不發簽證給他 隔了他玩了一年才可以辦法去 他有辦法去 他有辦法去那個去美職 或者再舉日本職棒 大家如果看西武隊清遠 清遠合國 我們大家都很了解對不對 清遠合國已經退休了喔 退休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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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前兩年 他被查到有0.1公克的毒品 那個0.1公克扣掉那個包裝袋 是聖多捲罩 聖多重你知道嗎 是0.04公克的毒品 0.04公克的毒品 結果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發生了什麼事 我為了這個 我昨天還去查他的那個 日本的那個網頁 發生什麼 就是明人堂直接說 不好意思 你不夠資格 就是把他整個開除掉 就是你沒有辦法再進入明人堂 求平也不找他了 就是所有的斷絕了他一切的一個 就是怎麼講 一個一個路 所以我在想說 其實我們社會應該要針對 我們社會應該有一個共識 你針對一個 就是你要尊重一個職棒球員 那你針對一個有問題的球 有假設是有 不好意思喔 假設有問題的球員 你應該要把他糾舉出來 但是不要糾舉出來之後 你就掩蓋其他努力的人 因為說真的 其實我剛剛子維提到國慶記長講的那個話 這個工作 不管什麼工作 各位的工作一樣 職棒選手一樣 法官的工作也一樣 不管是誰 真正願意面對問題的人 其實是最希望留在這個體制的人 因為除了這個體制 比方說你說 我要不是靠主場優勢 我今天怎麼會坐在這裡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就是真正在乎這個體制的人 你就應該要想盡辦法全力的去支持他 那我們就是我們的社會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其實有些像監聽 他就是全對監聽嘛 因為最簡單最方便對不對 那比方說那個假設覺得他怪怪的 就直接把它開除對不對 或者是不虛認 那這個也最簡單對不對 那甚至剛剛講的其實剛剛提到那個體育署那個 我前幾年看到一個很難過的新聞 因為在座可能都很年輕 剛剛一直講的是黑箱事件 可是我最在最傷我心的是黑陰事件 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大 我們是老匯啊比較大 最傷我難過的是黑陰事件 前幾年我看到一個新聞 各位可能都忘記了 棒球王子 廖民雄 廖民雄說 可不可以不要剝奪我為國家 就是一個 他講的很卑微 就是什麼勝利價值 可不可以不要讓他 他只想要能夠指教 把自己的專業再傳遞下去 廖民雄在我們那個時代 是多恨他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山珊瑚對不對 超恨他 我們雖然有三劍客 對不對 哥雅康雷的影響 可是廖民雄他就是會打全力打 他雖然在職棒只有五年 但是棒球王子的名號一直在我們的心中 那他雖然做錯了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跟法律 我昨天有去查他的那個判決 所有的 其實我查了真的蠻多資料的 就是所有的職棒選手 到最後都被判得很輕很輕很輕 很輕嘛 就算廖民雄 我記得他是被判六個月還期 那個是非常輕的一個行動 但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不要講說球員 因為這個涉渡可能 球團也沒辦法接受 這個球員的生涯當然就不用講 可是如果因此連剝奪他 就是不要講是不是贖罪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為這個社會經歷的一個機會 而且我昨天還Google到廖民雄 十年前還有去統一師隊做法制教育的宣道 對其實我說真的 我也很難過 我也很難過 就是你就知道說那個是一個 他想要贖罪的一個機會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去剝奪他呢 我們為什麼對壞人這麼好 然後對做錯一點點小事人 這樣子 我就常常講說不好意思 我們戲稱 就是說台灣人 對什麼人的要求最嚴格 職棒球員第一名 所以要求第一個 第二名 藝人 藝人最嚴重 就是藝人怎麼樣 匪文怎麼樣 對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其實乾你啼事 對 第三名就是公務員 對不對 公務員大家對公務員也會 然後比較 看的比較小的就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大家說沒關係啦 各位 我們對誰的道德標準放得最輕 我們對球團老闆的道德標準放得最輕 不好意思 我們不要指名道行 但是我們對球團老闆的職業道德 放得最輕 這樣講對 這樣講對 這樣對嗎 所以我今天來就只是想要強調這件事情而已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只是要強調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真的要很尊重很尊重任何一個尊重自己職業 不管你的職業是什麼 只要他在這個職業是很努力的 像國慶兄 像恰恰 像風哥 我就說更多更多 我們就應該想盡辦法打從心裡 一直去尊敬他不要一直拿 就是我們棒球 職棒已經走了三十年 如果我們永遠講的都是假球 而不是好想贏韓國 對不對 就像是你講到司法 你永遠講說這個恐龍 你永遠不去討論那個背後的意義 我覺得這個國家是不會進步的 各方面都不會進步 這是我想在這個階段先跟各位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差不多會進行25分鐘的座談 我們這邊有準備 華麗寶寬這邊有準備了一些問題 我想請教三位主張者 就是關於第一個問題其實也是蠻多棒球迷 非常好奇的也是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就是 相信大家在黑象事件的時候應該 印象比較深刻 當時2009年的時候應該非常深刻是 只要求援交保 球材就會說開除 但是大家應該就大家所學到的法律知識 就是交保獨奉 跟這個人有沒有犯罪 沒有必然絕對的關係 甚至有非常多的球員 在後來是無罪的 甚至是不清楚 可是他依然要不要開除 那非常有名的事件 好像成功名的事件 跟合計協的事件 那我們就想要問主張 我們就是說 他官員是像這樣子的 就是他明明在法律上是無罪的 可是他最後終究還是回不了其棒 甚至有謠傳有這樣子黑名的事件 不論從法官的觀點 法律上的觀點 或者說球員工會 法官的觀點是怎麼樣來看待這些事情 好 那我們要就是看 好 那你主委先回答 主要還是讓法官來說明 就是他專業的角度 我怕我們的情緒成分在裡面 比較不好意思 可是我先跟大家證實 不是傳說 是真的有黑名單 這個黑名單就是 主要的黑名單 就是教育部系統的 就是確實 從以前到現在 曾經涉案的球員 涉案不是什麼判決 只要涉案的球員 確實在我們教育部 就有個系統 成立成黑名單 那這些名單 其實是 工會好幾次是想要去 去申請了解的內容 但是 教育部是不提供 那只是跟我保證說 他們是有一個審查的機制 這樣子 那只要在這個名單裡面 只是不可以在台灣的學生放球指教 那當然時間久他們會有這個審查系統 會 會 會變更 有時候會加新的人進去 有的會 這個 起滿 可以服役喔 可以結束黑名單 像剛剛法官所說的 廖民雄 其實他已經是在黑名單當中被 被去除了 可是 他雖然在黑名單不能有 就已經被去除 可是他在國家隊還是不行 國家隊又是另外一個系統的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 確實有黑名單的存在 那 您剛剛講的 陳鋒銘和季賢 其實就我知道 應該都在那個名單裡面 那我們會知道理由很單純 就是常常會有球員 是要跟我們聯繫 透過工會說 我想要去某個 去學校教書 有學校邀約 要去學校單棒球教練 那 我怕 影響到人家家長會或是什麼 或是可以請工會先去查詢 所以 我們其實曾經幫某些球員做過一些查詢 這樣子 這個我先普通說明 那還是法官法官 謝謝 其實就 我剛剛已經說了 因為就是 我們國家對職棒球員的要求就是 超乎想像的高 那在法律上來講就是 法律上來講 其實他基本上 不要講無罪 因為有些甚至是被不起訴處分 其實我可以講一個更有爭議的人 就是曹錦輝 我就講一個更有爭議的人 因為曹錦輝是被不起訴處分 不起訴就是他連起訴都沒有 只不過是檢察官在不起訴處分處裡面 認為他是打假球未遂 所以他想打但是好像沒有成功 這樣子 可是也是一樣 對啊 就是各位知道他後來的下場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塊來講 在法律上可能不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嚴苛 但是這個 畢竟司法是被動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需要更多的突破 就是假設真的有類似這樣的事情在發生的話 那是不是要透過訴訟或怎麼樣來去解決 我覺得是可以再討論的 但是話要說 我也有點懷疑說那些球員他會願意走到這一步嗎 我也有一點點小小的懷疑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就是我還是說 我們不要對 想要回到這個球場 想要有努力的人 就是不要給他這麼大的一個苛責 這是我的小小的看法 謝謝 我簡單的補充一小小的地方就是說 雖然共會的心態 一直是希望把所有不法都揪出來 可是我們常常也會有個想法是說 在台灣的交易體制之下 其實大家看到那些光鮮亮麗的球員 國慶他們 即使就是沒有從事這個不法 但是他們這輩子文一會的事情 就真的只有棒球 那確實 這個稍微扯遠一點 就是說 每次有國家隊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人說 是不是要鄉人為國 體育署的心態出來說 你要為國家做什麼 他們其實是有認同 不是完全沒認同 為什麼 因為確實台灣的球員的養成 主要都還是國家的資源 所以他們自己知道說 透過國家的資源 養成的他們需要回饋社會 但是他們真的 確實唯一所會的一個技能 就是棒球 那當我們國家投注那麼多資源 在這些專業技能上 那他們後來也許犯了一些小錯誤 這個專業確實讓大家都傷透了心 可是 那也都是國家丟進去的資源 當他們想要再做回饋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希望 政府或是社會 能夠給予一些同情 給予一些機會 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想法 這個例子其實 我比較常碰到的是陳鋒名 因為他本人現在也是在台南 那他有時候也是會出現在台南球場 因為他是我國中高中的學長 他是跟恰恰同屆 打我一屆 那跟他就比較熟 他也是會提到一些他的為難的地方 他是什麼最後的結果出來是這樣 有時候我想一想也覺得 怎麼會這個樣子 結果撥到你的棒球人生這樣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 日本也有 日本這個國家他們法律上這麼嚴謹 對球員 對任何事情都是這麼嚴謹的國家 可是他們 最近也是有發生這種案件 結果球員還是順利的回到球場 而且他還是 在球場上他也是表現得很好 那我就一直在想說 這種的嚴格 在台灣人 在台灣這裡 已經有很多選手已經發生了 是不是應該 在這一方面 我是覺得應該 要再花很多的心思去做好好的處理 對不要 因為你要說 以後不會再發生這個事情 這個都很難講 這都有很大的變數 如果真的又發生了 那只不過是一個小事件而已 大家把它放大了 結果剝奪他 從小打球 然後一直到長大 其實小時候打球就是付出嘛 長大了就是 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 他的收穫的時候 因為他小時候在付出嘛 結果他已經要有收穫的時候 結果他得到的結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對 對球員來講是很不公平的 他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實踐而已 結果換來是這麼大 社會輿論的壓力 甚至連給他工作的機會都沒有 我覺得這很不應該 是 我想法是這樣 其實不是小小的 已經太多次了 所以社會才會累積 不讓 怎麼講 就是這麼嚴格的對待這個事 其實 我們之前都討論過 剛發生黑箱事件的時候 確實就是 真的 球員們找不出任何理由 去幫那些自己的同僚 辯護 連我們自己都找不出理由 連我陪著他們到法院去 然後陪他們到地檢署去 我真的都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安慰他們 一句話都湊不出來真的 然後我們的 那時候的法律顧問 跟著去的時候 也都就是 我們在庭外 在地檢署外面的路上 真的是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我們 其實我心裡沒想的是說 好啊 活該 不是 其實他是我們的會員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因為真的社會的期待 我們非常清楚 真的發生過太多次了 那只是 這些東西 如果只怪最高球員 最後懲罰的只有球員 剛剛國慶要表達的是這個 因為懲罰只有球員 有懲罰球團嗎 兄弟像 又講兄弟像 對不起 就是那些球團 有的球團不只發生一次假球案 那他們受到什麼懲罰 我覺得 當然球迷流失是最大的懲罰 可是他們不用去背這麼大的罪 然後我記得 沒多久以前有幾個禮拜前 那個我們兄弟的大老闆 洪恒聖大哥 他還說 當初會解散 跟球員很大的關係 那我心裡想說 發生黑象事件 你們沒有關係嗎 都是球員的問題 不好意思 大概幫國慶說明到這邊 謝謝 那我追的建祥 就是更進一步問 因為剛剛無法官有提到 曹錦輝 那曹錦輝當然也是成績 是他每個台灣人心中的偶像 第一個登上大聯盟的投手 這樣子 那就好奇一件事情 因為這也是蠻多球員想問 在發生黑象事件之後 大家也都知道 曹錦輝他沒有辦法 在兄弟鄉繼續打球 可是他接下來下一步 他原本是想要到澳洲去打球 可是中華之方那時候 發喊到澳洲 就是有點像是暗示說 你不要入去一個球員 導致他後來沒有要到澳洲打球 大家後來又重新升大聯盟 那當然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比較好奇 大家怎麼看這件事情 是關於一個球員 對他可能有一點點道德上的瑕疵 但是他想要重新開始 而且甚至不是在台灣這個地方重新開始 我們有必要去做這件事情 阻止他在一地的地方 重新開始直接放球生涯這件事情嗎 滿好奇大家想法這樣子 可能我看過太多壞人 我都覺得其實有些就是 怎麼講就是 雖然我也判過事情 我要先講我不是廢死的 我也判過事情 可是有時候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很多事情的 很多事情 你不能只看最後的結果 對 比方說雖然我有一段時間 也被宗旨傷透了心 可是其實你知道 你冷靜來想就知道 我印象中 宗旨的平均年值好像就是 四點多年不到我明白 三點九年 三點九 這不是很要求嗎 很要求 對啊 就是當一個球員的那個 可以奉獻 他可能平均可以收入的那個時間 是這麼短 然後你薪資又不夠高 你又沒有給他保障 他退役之後 我曾經辦過一個案件 就是很多被告 然後我開完艇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這個名字 好耳熟喔 結果一看 是前脂肪球員 然後就是在 不知道是養公隊吧 還是什麼地方 類似 我印象中是這樣 那你也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當我們國家 就是你只用一個解決 解決這個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讓他從制度面上 給他更多的一個保障 然後再來再來做一個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所以像曹警衛 其實我們講過就是 我們也很愛恨交織嘛 對不對 我們也很恨也很愛 對但是我覺得做錯事情的人 做錯事情的人 如果他真的有要改過的一個契機 的一個機會的話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寬重一點點 不要把他所有的路都斷掉 你知道一個人被逼急了 他會做出什麼事你也不知道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會覺得好像不需要這麼的嚴苛啦 這個是我一個小小的看法 謝謝 我拿那個風就是 就是話多的時候 就是其實衍生出 剛剛我們雖然討論到的是 假求案 衍生出的這個 這個是不是就業公平 或者是大社會期待眼光的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 我後來發現我漏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說 因為假求案 社會的期待太大 那其實讓聯盟 更讓球團 無限上綱 我這麼這麼說 我直接講得比較嚴厲 假求案 黑象事件之後 聯盟有一個改革的方式是說 要求所有球員的 新進的球員的簽約金 要有三分之一信託 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簽約金如果是三百萬 要一百萬壓在聯盟 雖然是用它自己的名字 可是只要你能夠安全的全身而退 離開宗旨的話 這個錢才可以拿回去 我們公會也有類似的防賭信託 我們就叫做防賭信託 好球員自己每個月拿出來的存在 我婆姓存很多 我知道 這個防賭信託 因為他老婆要他存很多 就是存在那邊之後 等你退役之後 沒有涉及簽賭 你這個錢就可以拿回去 好 那這個是對社會宣誓說 我尊重我的職業 我尊重我的工作 但是聯盟那一塊 他不叫防賭信託 他就叫 他叫你專名全面叫什麼 他就是信託 簽約金信託 那無限上綱到什麼程度 他不是涉及假球 只要球團覺得你所離開中職 被我釋出的原因 是有損公司的形象 我都會沒收這筆錢 最有名的是前年的國修演 國修演 有沒有這個海軍部戰隊伸手很好 不小心翻到樓上的牆壁裡面去 爬得比較高 爬得比較高對不對 然後就這筆錢聯盟 球團真的馬上扣掉了 他沒有涉及假球 我們覺得這很酸 如果假球是社會球迷的 大家的共識應該要百分之百去杜絕 那翻牆呢 翻牆是一種技能啊 重點不是重點 絕對他做錯話 他做的錯事 因為他喝的太多酒 那可是這個案件 就我們所知道 我們去follow 是就全部都和解啦 跟這位女同學 全部都和解 那可是郭修演這件事情 一直背著他 他的沉重的負擔 他覺得為什麼球團這樣對他 而且球團第一時間是跟他做切割 我為台灣的 不要說他為台灣棒球 他為球團做的夠多 他就被切割 然後切割之後 大家知道今年的事情嗎 可以講嗎 不要講 好我直接說 郭修演今年就過世了 他就寒恨就過世了 原因我不說啊 可是這個沒有直接關係啦 可是我知道 在他過世的前一陣子 我們還在聯繫的時候 他對這件事情 還是非常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在乎 那當然他有那些原因 這家屬也不願意多說 但是這件事情 網路TTT上面傳的是真的 這樣子 那我意思是說 你無限相當到這種程度 其實真的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 簽讀 沒錯 回到剛剛講的小曹的事情 曹錦慧的事情 我們都聽說了 私底下的事情 我們都聽說了 確實他真的沒有放水 可是就是 意圖放水 沒有成功而已 那當時的氣氛 確實他要吞下去 可是事情風頭過後 我們有沒有給他機會 這樣子 大聯盟是給他機會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給他去澳洲的機會 澳洲的機會 澳洲其實我們把他斬掉 我們連台灣機會斬掉都算了 澳洲也可能 這真的有點稍微太超過了 不知道你的想法 澳洲的想法 呃 直邦元年到現在 會發生 發生這麼多黑就是 遷阻的事件 我們聽過黑事件 黑箱事件 那這麼多球團 甚至黑米 尼迪亞針對 中性基因裡面的偵探 等等的 但是只有統一支隊是 至今 就是 並沒有發生這種大規模的事件 甚至幾乎是沒有的狀態 那很多球迷一定很好奇是 那是不是統一支隊球團在管理上的機制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方法 甚至是措施 是他們有 然後別的球團沒有 所以他們可以在管控上 除了剛剛提到的宿舍的問題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事情是 可以比較幫助這個 這個球團在管理上的 那說出來也可以成為一種 藉機讓球員更瞭解 一聽到的時候壓力真的是蠻大的 因為他在講的內容 只要你在球隊裡面 有損公司的形象 他就是有權力 將你這個球員可以使出 給FIRE 那剛開始一聽到 哇怎麼這麼嚴重 是不是好像都不要出門會比較好 那種感覺 那其實在防堵這方面 公司其實他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因為畢竟公司 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企業 他好像就等於是 統一聽到就好像是代表台灣的意思一樣 那對球員的要求 我剛進來的時候 球員一定不可以藍法 對一定不可以藍法 那我印象中還是有 對 那我後面會講到 然後後來 我剛進來的時候有學長就 他自己是學長 他應該經歷的比我更多 他還是願意挑戰 結果他真的懶了法 懶了一頭金髮 來了 結果還很囂張 說 有嗎?我爸有你嗎? 對不對? 說是說是怎樣? 結果隔天他變黑髮了 我不要想說 今天黑髮了 那明天會不會變白髮 對 這個 光是這一點公司的 對球員的要求 就很高 那公司也有講過啊 公司 不怕你們來 來挖我們的錢 公司有一座金山 不怕你們來挖 只怕你們不來挖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給你這樣的福利 我給你這樣的薪水 你就是要做到 我們公司所做的要求 你就要去做好 那 就剛進來的時候 就一直灌輸這樣的觀念 所以 相對的我覺得選手 他會對自己會比較嚴謹一點 那至於 後面有狼髮 因為我們的獅子之前 的髮型大家都知道嘛 後來 藍恩也改了 衣服也改 球衣也改了 改橘色的 然後藍恩的頭髮也是金色的 對啊 然後 開始慢慢陸續續 就有 就有選手 有在籃髮 但是 你在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 你還是在球場上的工作有做好 那 公司應該慢慢也知道 呃 球員如果在身上有做一些 打扮的話 如果球迷看得順眼 其實也還OK啦 如果球迷喜歡 也是OK 但是 呃 範圍還是要抓好 不能太超過 那公司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要求 選手都會多多少少有一點警惕 那也可能也就是因為 呃 統一就是一直在南部嘛 南部可能沒有像北部 呃 嗯 不法人是要 要介入到南部這裡來 呃 的機會上 應該 還是沒有人 呃 中部以上的來得高 所以 我來這裡 相對的 學長 有這麼說 啊我現在當了學長 我相對的也是會這樣子去交易 呃 呃 這個事情一定要做好 千萬 不要跟 跟公司 有所抵抗 你把它做好來 公司是很歡迎 不是公司 就是 好到都會讓人家覺得我們好像就是公務人員 其實我們球員的壓力是很大的 也是有 因為掛金也是 很多球員會死出啊 畢竟我們這個行業 不是慈善 只是慈善事業 所以還是要靠 靠能力在這個環境生存 我怎麼 我都是這樣子跟後輩這樣子 呃 提醒他們 然後要求他們 所以相對的 只要學長有做好 來的話 學弟他敢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 學長制的這個 制度是很 是很嚴重的 但都是在 嚴重當然都是在範圍內 那 也感謝公司有這樣的要求 好讓我在 在這個球隊16年 幾乎 都沒有處理到很大的事情 這樣子 謝謝 我 對不起 差一個話 每次都一定要差你的話 因為我好奇 就是站在球迷的角度 就是 對於 救援投手 用手在脖子上畫一刀 這件事情 公司是同意的嗎 好的 這是我的問題 不用回答 那你可以直接去問總教練 你可以直接去問這個投手 好不好 那個 就是球場上的表現 那我其實要 補充他說 在公會的角度 其實 統一有個地方是 我覺得 絕對是台灣 我經手 認識這麼多球團裡面 最棒的一個球團 然後 國慶辦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什麼地方做得很棒 除了剛剛講宿舍之外 統一真的很像一個大家庭 真的像一個大家庭 他們是唯一一個球隊 是固定 會有一個時間 是可以有球員代表 直接到領隊的會議室裡面坐著 然後要求一杯咖啡 然後跟領隊討論球員權益的 他們是唯一一個 公會復會11年來 我們沒有處理過 我知道科費對面發誓 沒有處理過 統一隊的內部的爭議 他們所有爭議 都在那個會議當中解決掉 所以領隊換過幾個嘛 然後現在蘇領隊 他們是非常願意去聽球員的需求 球員也非常樂意去表達 他們對於球隊的期待是什麼 這個是我真的看過所有球隊裡面 最好的一個球隊 那因為透過這些關係 所以我覺得相對於這種 比較危險的這種事情 我覺得他們內部就會把它化解掉 然後甚至於透過通報的系統 他們彼此之間都知道 互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就同意 然後國慶是那個最常去裡面喝咖啡 可是他很生氣 我講說沒有 每次都喝白開水 然後咖啡 我不知道我聽到的是咖啡 當然領隊整個案件都說咖啡 所以球員其實是喝白開水 不好意思 這樣有沒有說錯 沒錯嘛對不對 好感謝 那鴿河有一點女敢來 身為一個爪迷 這個 鴿河 鴿河 換句爪迷 好 那最後這邊 法律保安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當然還是要回歸到 跟法律比較主流的關係 那最後一個問題比較想要問 吳法官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蠻好奇一件事 到底打假球 觸犯什麼罪 這形式到底觸犯什麼罪 以及還在女士上 到底有什麼法律責任 那這個一定是大家很靠解法律問題 那再延伸一點點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2012年的時候 彤醫師跟兄弟相最後一場比賽 當時的這個救援王是 林月平23次救援 然後湯瑪士兄弟相是22次救援 但是因為防禦率是這個 湯瑪士好像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他那時候只要讓湯瑪士拿到一個救援 他就能拟救援王 結果雙方發生一件事情就是相互放手 那當時這個張泰山也因為連輝三個放手 從此都叫張三輝嘛對不對 相信他是這樣深刻 那像這樣子的事件 他是不涉及土婆的 他是不涉及金錢的 可是他確實也是為了一些事情的放損 那像在這件事情 在法律上又會有什麼樣子的評價 那就是可能請 就是吳法官很簡單的 要白話的方式就是跟觀眾講一下 謝謝 我覺得最後這個應該就是 法律其實應該是沒有 但是球迷就會看在眼裡 你看這麼多年你還在幾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職棒本來就應該是要 就是要盡全力的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體諒 身為一個球迷 我們當然可以體諒說你為了成績 所以你最後有一點點調度上的一些問題 可是你如果到了就是 彼此就是有類似放水這個程度的話 我相信球迷會看在心裡 可是因為他在法律上面 這一塊我覺得可能稍微難一點點 球迷要去告球團說要賠償嗎 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很難成功 我覺得很難成功 那打假球的部分 除了運彩條例之外 我覺得說目前來講 我們目前多數的一個規定 其實就是詐欺 目前都是詐欺 那其實詐欺的罪的那個責任 是刑度是很輕的 我就說我查了黑陰黑象 黑米我沒有查 因為那個球 那個黑陰黑象主要來 我記得好像都判得很輕 大部分都反刑 而且我如果沒有記錯 最終應該就是判一年多的樣子 一年多了 而且好像還是還行 我印象中是這樣 那更不用講 有些根本連起訴都沒有起訴 就還起訴掉了 所以他在法律上的 他在法律上的一個責任主要就是 詐欺的這一塊 然後反而是 就是不好意思 有點離題 反而是我看到那個 在那個 黑象事件的時候 我看到反而是那個 那些黑道啊 我覺得那些黑道 對那個球員的那些 判決書寫的啦 那些球員就是 怎麼像你尬小孩一樣 就是說 有幾場是放水沒有成功的 有幾場放水沒有成功 他就把他叫來 然後就是加了法戰 然後就開始罵他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當然那個主要的那些黑道 當然就是恐嚇取材 我覺得這些才應該要中判 這個真的是要中判 那除了這個 刑事的部分之外 還有民事的責任 但是民事的責任的部分 就是 主要應該還是存在於 球團跟球員之間的 民事的一些關係 因為 其實法律上可能可以成立 就是球迷可能可以去告 球員或球團 但是 實際上可能 目前還沒有發生啦 對就是可能也會有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 應該還是刑事的一個部分 那民事的處理的部分 就是球團跟球員之間 比方說剛剛那個子偉有提到 就是他們有簽約的這些問題 那他可能依照民事的契約 去請求他的賠償 類似這樣 這個倒是好像 我看到的判決裡面倒是還是有 那刑事的責任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其實刑者都不重 大概是這樣 但是傷害的都是球員的刑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葛恩好 法官好 法官好 我想問 剛剛主任有說 那個 那個 就是中職的制度 就是要改 然後 就現在現行 有沒有是 特別比較明確 就是你覺得有機會 就可以 回動 就是因為 像 一方制度要改的話 應該就是 因為他們是跟 球團是還在一起 對 那就是 有什麼地方 而且如果他們不合理是 有沒有一些法律上的就是 侵犯到勞動的權益 或者什麼 可以迫使這樣 讓他們更改 然後讓 那種環境更好 我來回答 那個 這個題目 稍微大了一點 我簡單回答 所以 第一個 因為我們跟 球員跟 球團 簽的關係 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那個 那個叫契約關係 所以 你們的 勞動義務 都是看這個 合約記載的 所以他 職棒球員現在目前 不屬於 勞基法所管制的 就是 排除在勞基法之外 但是因為 我們是一個 合法的公會 所以 我們是可以透過 勞基法 透過 團體協約法 去執行 團體協商 那透過團體協商 我們就可以去做 所謂 不合理制度的改革 那如果不這麼走 就是 看哪一天 聯盟或球團 良心發現 他們哪一天會去做夢 夢到 十八十地獄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要改 婚禪 會想太動了 也好 那現在最直接會碰到 其實很快會發生的 就是 今年開始執行的這個 仲裁 仲裁其實在聯盟 的規章裡面 如果大家有 記得上網 現在上網都可以看到 中資的規章 仲裁 條例 加起來 大概就是十行 十行左右 的資格力 非常的簡略 而且聯盟目前沒有準備 要去修 圍章 但是因為透過 重新選 重新推舉了 這個仲裁人之後 我們仲裁人 有蠻多 就是 就是 求界 比較 或是各領域 比較有這個 資歷 會放球關心的人 其實我們沒想推薦 五法官 欸 法官來當仲裁人 不知道多好 現在目前有五位仲裁人 他們都是 工會跟聯盟 共同推舉的 那這個仲裁制度 很有可能 會 變成是一個 很好 落實的一個地方 那當有這個 很完善的仲裁制度 其實 球員 對於我們剛剛講的 對於未來的期待感 就比較值得期待 我們舉例說明 今年當然 周思喜開了第一槍 他其實不想開那一槍 可是那個 槍就一直放在他前面 他不拿 大家都會笑他 鬧鐘這樣 所以他就拿起來看一下 但是他比較不好的例子 因為他 他狀況真的是為了制度去衝撞 那陳子豪就很明顯 為什麼 因為陳子豪就看啊 我的同儕 跟我一起進來 曾經沒有比我好的薪水 卻比我高 他就可以主張重財 而且他最後是 得到重財的勝數 那很單純 就是 球員就會認為 原來我是可以 在公平的情況之下 透過一個好的制度去改變 那公會這邊 我們前幾天在公會 做了一個聲明 就是 我們明年 原則上不變的話 我們是很強勢 我們要去做 1月15號以前 沒有完成明年度合約的 全部一起提重財 我們有這樣要求 經濟公司 也有通知的球團 也通知的球員 那我們希望那一天 就是希望 當然最希望的是 球員 球團好好去談薪水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搞不好明年 這個重財的人會超過100人 還有 重財我也會累死 那大概是這樣 回答那個了 謝謝 其實剛剛就是 那個 那個先生有講到 就是 阿紫維 有講到 就是中職 耳球員 你只要叫我有心人士就可以 聯邦都這樣叫我 有心人士 有心人士 就是他們 耳球員的平均年次 是3.9年 那就是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自己是念 戒心國中 就是 他是一個棒球 也是 棒球 就是 場棒球員的學校 對 那就我所知 就是一個棒球員 他要培養一個棒球員 他必須要花很久的時間 那就是他從國小 然後國中到高中 然後就是他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但是 呃 甚至是他們可能念了 一些可能有棒球隊的 呃大學 然後才進到職業球團 或者是去一些業餘的球團 那就是他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結果這樣 他們在中職的時間只有3.9年 那我想問問就是說 呃 就是如果他們離開了 職棒球員 或者是離開了 呃球隊 那政府或者是民間團體 甚至是球團 會不會 就是對於這些球員 有一些的保障在 或者是有沒有給他們 任何的保障 或者是給他們 就是一些 呃相對的措施 讓他們 不 不 就是因為他們 也就是 一整個人生都在打棒球 那 其實你說他們 可能有其他專程 當然可能有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他們能夠做什麼 答案就是沒有 哈哈 答案就是沒有 但是最 這個題目超級大 就兩個小時 這都講過完 那簡單講 就是有 確實 呃目前的政府 蔡英文總統 大家常在講 三支劍 三支劍裡面 有一支就是 會議球員的照顧 就是對於 擴大對運動員的照顧 那這一塊 目前因為 呃 他是比較 比較 比較 範圍比較大的 對所有對台灣 體育有貢獻的人 都有些照顧 可是 呃您剛剛所說 因為棒球員 確實在台灣的地位 比較特殊 那尤其他是職業 棒球員的時候 當他退離之後的照顧 我們覺得 呃應該可以有 更好的發揮地方 呃我不會期待他們 去一般公司上班 因為他們畢竟有 職棒的專業 他們其實是 可以下到基層 去做基層 棒球的協助 不一定是 現在現有的三支棒球 像您所讀的學校 是有科班 科班球隊的 其實現在很多社團 非常多的棒球社團 尤其公會 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社團 跟社區 如果大家有去了解 有看灌籃高手嗎 大家知不知道 灌籃高手 他們就是社團 他們不是校 他們是校隊 他們不是籃球科班 不是籃球體育班 他們就是在寒暑假 放學之後 打得超用力 然後上課睡覺的那一種 可是他們都還 大家記得就是 還是要去參加會好 然後都有成績的限制 才能夠參加 台灣慢慢會 朝向那方向去走 那會需要更多的基層的 棒球教練 尤其是社區跟社團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職業運動員 退役就很適合 去做總是這樣的工作 當然我覺得台灣的環境 非常嚴重 我們的三級棒球 我覺得有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 我就舉一個例子 比如我們前幾年跟日本公會聯繫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們專門有計畫 一個五年計畫 他說那個那年是2015年吧 2015年還2016年 日本公會跟我講說 他們那一年喔 退役的球員 日子退役球員有70% 可以進到一班商社 那我們台灣是多少 可能7%都沒有 我們所有球員退役 不是去開餐廳就是當教練 幾乎沒有人有能力 進到一班商會 回到一班的社會 可是日本有70%可以喔 他們五年計畫是 我記得是到明年吧 今年還是明年 今年喔 他們目標是要達到八成 八成的球員 都能夠進到一班商社上班 那這個不是他們推動就做得到 是整個教育體質的問題 對那台灣這個 有很多可以檢討的地方 其實我第二個問題想問 就是有關基層放球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去年 你還是只有一個球王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我去到鑾山國小 就是因為我知道 國慶先生就是有 好像有提供一些球具到那間國小 那我是就是棒球贏的其中一個成員 那就是他們現在的狀況 就會變成說因為學校的人數不夠 就是學長提供的那些球具 可能也沒有人用 可能就放在那些吃物櫃裡面 那其實就會很擔心說 那台灣的基層棒球到底 政府有沒有就是一些的作為 就是來振興基層棒球 或者是有提供基層棒球有一些的作為 我們因為時間不太多 這真的可以聊兩個小時 真的聊不完 我們這件事情 我在立法院已經花了 我們公費 包括國慶也去了 我們在立法院花了很多時間 我們的想法 剛好跟你想法是相反的 這個講出來比較奇怪 我如果大家 都很年輕喔 可以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會招不到人 我們的機場 尤其你知道不要講你嗎 你知道那個花東 花東一直在減班 體育班 棒球班一直在減班耶 我們不要講花東 我們講台北 台北最強應該是東元國小吧 東元國小 開始找不到人耶 為什麼 我們的基層棒球 找不到人 但是大家都 大家都看到王波榮 哇一個準隊一兩億 薪水多少錢 王健民這麼高 為什麼大家 不想進科班棒球 不是因為大家 不想打棒球 而是不想進科班 那是最嚴重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認為 只有在科班 能夠出棒球員呢 那為什麼日本有科班嗎 我跟大家報告 日本一個科班都沒有 日本的所有棒球隊 我們看甲子園 甲子園這麼大 什麼哇這麼多學校 這麼厲害 傳統學校 不好意思他們沒有科班 他們沒有棒球 他們只有棒球社 甲子園 甲子園是一個社團的比賽 他們 什麼叫社團跟科班 有什麼不同 你最知道嘛 對不對 我們社團還可以保持 保有一般的上課的過程 下課之後才去打球 包括日本的大學也是一樣 但是台灣回來要面對 因為現在少子化 以前花工生十個小孩 反正不好養 丟兩個去棒球隊 棒球隊可以撿一大堆人 現在不是 現在大家是會慢慢進步 所得增加 很少人願意丟到棒球隊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 你是現在念國中 雖然她是女生 可是我自己在思考 我朋友丟棒球隊的 已經不敢丟科班 只敢丟社團這樣 因為我們希望小朋友 還是可以繼續念書 可是重點又來 那什麼時候又來 什麼時候可以培養出好的小朋友 其實職棒有很大的責任 為什麼 當你社團很完整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職棒二軍 這個可能真的會講不完 可是如果你去研究一下都知道 我提示一個東西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那個 臺日交流賽 雅冠賽 雅冠賽是很好的經驗 雅冠賽現在已經幾年了 兩年了嗎 對不對 兩年了 我們去看雅冠賽的那一群成員 如果大家真的去把名單翻出來 日韓的雅冠賽的成員 跟中職的雅冠賽的成員 有什麼不同 他們現在的成就是什麼 大家去比對就會知道 兩年就看得出來 日本是多著重在俄軍 跟25歲以下 年輕球員的培養 我們是18歲就要上場 那個邏輯是不太相同的 那個是一個打了層面 要去思考的部分 真的講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國慶 所以我們以前很多那個 職棒的放學案 好像都是球員薪水 太低 那後來就是我們 不是現在那個薪水 都大幅提高 然後甚至有那個 複數年的合約 那我們常看到 球員就會有一百萬 就年輕 反月薪可能會有一百萬 然後年輕千萬 可是我們今年又遇到一個 就是Lamigo要解散的問題 那我們像我啦 我之前一直以為 Lamigo應該是一個 賺差不多錢的球款 可是今年才嚇到的話 他們已經 賠了這麼多年的錢 那我想請問國慶的是說 那我們現在球員 之後再跟球員 球團爭取薪水的時候 會不會有個顧忌 就是怕說也可能 討論太低的話 對自己不好 那太高 會不會又對 球團造成負擔 你們會有這樣的顧忌 會不會 你們會有這樣的顧忌 會不會 你們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 我還是要回想到 回想到 剛才我說的 真的還 放球這個真的是 耗財耗費的一個運動 當然還是 才到七出的企業來經營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那 你至於要談你的薪水 真的 以這種環境來講 你真的是要靠自己的實力 你自己的實力要拿捏好 不可能說我一年打了五支全力打 我要你明年加薪二十萬 這是不大可能 那 但是如果你有對球隊有一個 有個很好的貢獻 但公司 他就是不願意給你 你所要求的薪資的話 當然這個也是會有問題 那我現在希望的就是 既然大企業來了 那就是 就是要互相學習了 就 選手他的實力在哪裡 然後企業如果他也是對選手有 很高的了解的話 我相信企業他應該不會 不會手軟 那現在企業上就是很多都是 委託就是也給總經理嘛 就是領隊嘛 其實 老闆他可能對選手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了解 對 總經理可能他也有他職位上的難處 所以他還是會 會有很多的想法 至於薪水上 當然選手要的是 希望越多越好啊 那選手自己也要拿捏到自己的實力 是不是真的跟 我的成績是不是跟 我所想要的薪水是相符的 我覺得這是共通的啦 那選手就是 如果想要在這個環境上更久 然後有更幽默的薪資 選手就是自己要加油 只不過說 現在的環境 真的 我就拿自剛來 他曾經跟我講過 他到 他到日本 他們去打了一個比賽 好像就是 邀請賽還是什麼 他們到了卵營的 二軍的訓練基地 他去的時候 他整個就告訴我 他整個看的感覺就好像在做夢 他的第一個 他把他的第一個想法就告訴我 我如果今天在日本打球 我有這種的環境的話 我如果打不好 我沒辦法了 公司不要我把我fire了 他會心甘情願的離開 這個球隊 為什麼 因為 整個設施都很完善耶 你想要去練 真的沒有 不用擔心每個地方練 你只要到每一個地方 都會有家人在那邊等待 支援你 幫助你 但是我們現在的環境不是 60個人 一對60個人 用一個球場 你覺得 練了4個鐘頭 5個鐘頭的效果 有好到哪嗎 對 所以我是希望 球場要有一個認知就是 你既然要台灣的棒球 一直趕上日本跟韓國 你真的要有一個很好的設施 很完善的設施給球員 做一個很完善的訓練 像韓國現在都已經趕上日本 為什麼韓國隊在國際賽上 他反而輸給台灣沒關係 但是他就是不能輸給日本 因為韓國現在的環境已經幾乎快要趕上日本 所以他們沒有理由再去輸給日本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 所以我聽韓國這樣講之後 我也想一想 對啊 我來這邊 中華職棒這16年 當然有很大的進步 但是 進步的空間還很大 時間還是拖得比較長一點 那如果球團有這種的共識 選手有這種的環境做訓練跟比賽的話 我相信選手不會有太多的理由 因為職業生涯真的很短 就是在我選手生涯的時候 我付出了 從小付出了這麼多人 我選手的生涯 我能夠收穫多少 我就盡量收穫 因為未來 我就跟路人一樣 大家不認得我了 所以 也希望 球團跟球員在這一方面 心智上的問題 就是一起加油 那也希望球團能夠知道 該給選手什麼樣的環境 這才是重點 我簡單從一個角度回答 你剛剛其實問了跟大家問 那Lamingo都賠錢了 球員怎麼敢拿那麼高的薪水 那我用產業的角度跟你回答 其實這是台灣現在職棒 在精靈上最嚴重的問題 台灣終止已經30年 剛剛我講炒創30年 不是開玩笑 我們有沒有把職棒當成一個產業來精靈 如果有的話 那球團 如果你知道 你是個產業裡面的負責人之一 你願意給球員這麼高的薪水 難道你沒有經過評估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我們覺得 事實上台灣真的沒有認真在 把它當產業來做 如果是一個完整的產業 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產業 勞工一定希望多一點薪水 這是理所當然 沒有人去工作是做身體健康的 一定都是想要更高的薪水 相對的啊 老闆也是想要賺更多的錢 拿到他要人的利益 你也可以打個廣告就值多少錢 可是如果你把它當成產業來看 那大家就會在這個產業當中 達到一個勞資的平衡 那這一塊是台灣最缺乏的 所以才會讓某些球迷誤會說 球員憑什麼拿那麼多錢 那個產業如果有認真去思考 那就是球團願意給的錢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我的回答這樣 你可不可以球迷補充一句啊 好 就是其實講的對 就是球迷也要努力的去支持 就是整個環境好才會好 我舉例就是 自從鳳哥回來之後 我永遠都買RUNEU的鞋 但是今年之後開始我不買 那已經不干我的事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謝謝 好 那就今天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就是 這邊還沒啦 你現在全沒有意義啊 好 來準備囉 來 來 大家幫我看一下 幫我被混帶壓力 來 一 二 三 我必須講他真的最快 謝謝 各位您好 然後高先生跟法官 那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 就是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們現在在國外 有一些旅外的球員會回來 有沒有 在工作上面的保障是說 他們可以直接參加選秀 可是 在國外的日本人或是海國 他們可能有一些年份上面的現場 比方說你去外國參加了國外的訓練之後 你可能回國之後 不能馬上加入 就是職業棒球的選秀 那 在 這樣子 工會這邊的角度是什麼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 之前從 何濟賢的事件來看到 早後去年的 到之前那個 五虎將事件 那 因為 看得出來有些是 真的是冤枉 比方說 可濟賢那個 就是他遇到一個 找到一個 自己在賭 然後 去弄他 那或者是 五虎將是 領對沒有做好他 該做的事情 然後甚至放出 錯誤的訊息給大家 那 在於這點來說 那如果 有關於這個 回復名譽的這個部分 那 對於 工會來說 會怎麼樣去 跟球團去爭取 或者是 往後如果再遇到相關的問題的話 工會選到了 什麼樣 會怎麼樣做處理 那我想請 剛才來 討論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 之後你遇到類似的事情的話 那 你會怎麼樣 去 去爭取你自己應該有的權 就是 明明就是你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那 他可能 只是你會看你不高興 他就 他就在媒體幫忙 那 你會去採取法律行動 那還有 就是 呃 相關的案子 我 因為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保護的 就是警察官這一方的人出來 所以 他們沒有辦法告訴我說 那 如果說 自己的司法糾錯的這個部分 如果 在法律的角度來看 如果警察官是 有涉及到 他判錯或是 判斷錯誤的話 那 怎麼樣 由法律的部隊去幫 那些求有受害的權力 來做一個 回復民族 工作群的動作 謝謝 這題目 越來越大 這題目 太有深度了 第一個 我先回答 如果我沒記錯 你剛剛第一個問題是 從國外回來的問題 就我知道 日本應該已經 取消這個制度了 他們當年會在 會有這個制度 是因為他們 還沒有所謂的 入閘制度的制度 完成以前 就對於譬如說 野貌英雄 可能回日本 他就必須要 不能夠直接加入球隊這樣 是因為對於一個所謂 叛逃的概念 可是我們剛剛其實 剛剛也聊了 最有趣的 日本對於 入閘制度的開放 遠超過我們台灣球迷的想像 他們現在跟美國 大力合金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 他們巴不得 所有球員 都到美國去打 因為他們的市場 已經不滿足於 一個當下的日本市場而已 他們希望能夠 結合美國的市場 相對的 美國也希望 拓載亞洲的市場 對他們來講 球員交流動 是最好的 刺激市場的方式 所以你剛剛講的 那件事情 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了 甚至於他們很鼓勵 而且甚至於想好 你如果在美國 入閘去美國之後 結束之後 要怎麼回日本 都顯得清清楚楚 所以 那個也是我們台灣 真的要去學習的地方 因為有球員的流動 我常常開玩笑講一句話 球員流動 因為比你增加第五 第六隊來得重要 就算是六隊 你覺得夠多嗎 我覺得也不夠多啊 十二隊好像也還好 日本打九年也會膩 但是問題是 你球員有流動 比賽是精彩 大家全力一步去打 應該就沒有那個問題 那再來 您剛剛說 我這樣的事件 其實 是不是 球團領對放話 我們也不敢上法院去作證 因為都是透過球員說的 這樣子 透過繩子卡 透過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這個 媒體放話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 唯一可以講的就是 目前還有官司 球團 對不起 不是球團 球員跟媒體那個官司 好像還沒結束 還有些部分還在處理 那因為勝利當中 我們也不便多說什麼 OK 那 恢復名譽的部分 我用昨天的例子 昨天我們跟智聖 一起去參加一個活動 智聖就是那個 齊波虎將十一 甚至於大家都說 我們郭大老闆說 邊打球邊喝酒的 講的就是他 那他的心情怎麼去轉折 其實 我不但 我們公會不但去協助他 我們昨天還把他拿出來 當成是一個開玩笑的事情 聊給那個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聽 球員會不會覺得受辱 會 一定會 但是其實 球團也沒有指名 他不相信說是誰啊 那只是 大家揣色是他 那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確實 他們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尤其智聖是一個 個性比較鮮明的人 那很容易把矛頭就指向他 什麼 這個叫什麼 這個什麼聲 外聲 外聲 對 大家都說 他其實承認他是外聲 他承認喔 為什麼 因為他的習慣就是覺得 可以更好的地方 他一定會說 所以他這裡他不否認 可是對於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喝酒這件事情 公會其實是有幫他去澄清的 怎麼澄清 聯盟調紀錄出來 聯盟都有做酒冊耶 其實球團自己也有做酒冊耶 都沒有這個紀錄啊 然後我們去問了所有都沒紀錄 然後最後我們發文去給球團 你說的是誰 你要不要說清楚 因為你這個說話 影響到球迷的觀感 結果球團最後也沒辦法回應 那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那球員會不會不高興 會 包括他的成績不好啦 包括他受傷 都會有一些指責 或者是敵對球員 球迷的指責都會有 其實他們是習慣 只要沒有真的明顯 涉及到法律的部分 大部分球員還是會在一個 一個職場的勞資環境的公平之下 他們還是會接受這樣子 但是如果是有過公平 他們一定會透過公會去發聲這樣 對我的回答先到這邊 那如果是發生在你身上的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不是很公平 不對等的事的話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人無可忍 就無須再忍了 我是覺得我就會走上法律途徑 那 因為我相信已經有很多球員 已經碰到這種事情 那就是因為有了公會之後 都藉由公會來做這些 法律上的處理跟協助 那 最後的結果 都好像 都比自己來 要去做都還要來得好 所以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話 我還是會透過公會這裡來 來去幫我做一些討論 然後該如何怎麼做 就是有公會來幫我去處理這樣子 是 應該 我應該不用幫假官講話 那個 不好的當然就不好 我們一樣 其實法界也一樣 不好意思 這個還是法律百話文的場合 就是 法界也一樣 我們也希望把不好的 不管他是法官也好 假官也好 把他統統打開 把他統統抓起來 你要要殺要果啊 隨便你 但是請尊重 我還是講的 請尊重 就像是國慶兄一樣 請尊重每個認真在自己工作頂域的人 這是我最後想要講的 所以我沒有要講完別人 那個講完後面 後來好像也被判清決定了 我印象中是這樣 這是我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補充 謝謝 非常謝謝 今天三位主講人 給大家帶來一些東西 那最後我就再做個總結 就是 今天就是 國慶從自身的球員觀點 指揮從球員工會 以及武法官和考慮觀點 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要帶給大家 是 我們每一個 在座的每一個人 一定都是喜歡放球 熱愛放球的人 我們碰到放球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不滿 我們一定會生氣 我們有興趣 因為我們畢竟是熱愛他的 可是或許 我們可以唯一做到一件事情 接著剛剛武法官所說的 就是我們不要廉價品 我們不要看到球員 好像有問題的時候 就說幹真的那個勝球員 好像不要看到法官判決 跟你不滿意的時候 你就說他可能有法官 很多事情他會有問題 他並不是大家直觀上 他這麼簡單 他背後有更深層的東西 那今天這樣之後 他會希望大家 可以去思考 當我們面對我們自己不滿意的 思惠問題的時候 還要不是想講求 我們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更細緻的想法 想辦法去收集更多的資料 我們才可以想辦法的 提出更有意義的批評 這也可以才幫助我們國家 甚至是放球進步的可能性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活動 非常謝謝今天三位主獎人 我們大家一起給他們一掌聲